謝謝主席,我們請林主委 主委好 辛苦,因為成立了三年半 然後任期四年一任,即將屆滿的時候 我們不當黨產拿回來多少 只拿回來一千兩百多萬或一千四百多萬 這我們等一下釐清 對社會大眾來講,我們看到這個結果 確實會有很大的疑惑 但是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我想本席還是應該稍微釐清一下 那我們成立了三年 總共你們釐清了很多事 包括就是說有十個政黨應該要申報的 有一些政黨主席都已經過世 當然不用講 但是有的解散 那基本上這件事情我們是有釐清了 然後也認定了九個所謂政黨的附水組織 當然都是中國國民黨 包括這九個政黨的附水組織 然後黨產的部分也是 是如同主席 如同主委所報告的 我們總共認定了核計七百六十五億三千七百萬 然後還有一些土地跟建物數萬平 那所以基本上其實黨產會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該拿回來的錢雖然只拿回來一千多萬元 但是基本上目前也是屬於多數是被凍結 而不是可以自由的處分 除了中癮之外 多數也都是被法院凍結 也就是說法院所做的停止執行 是部分停止執行 而不是全部停止執行 那到底是拿回來一千四百多萬還是一千兩百萬 你們的報告是寫一千兩百多萬 那為什麼我這邊計算出來的結果是一千四百三十五萬兩千三百八十五元 我們等一下可以核對一下 你們回去核對看看好不好 這個不重要 那目前在行政訴訟中的案件 總共是涉及這十四筆黨產 對不對 在行政訴訟中是不是 是 大概有五十個案子 五十個案子 所以不只這十四個案子嗎 這十四個案子裡面還有細項 是不是總共有五十個案子 好 那停止執行的法律依據是這一條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都沒有看到這個部分 來 停止執行的是行政訴訟法 是行政訴訟法不是行政程序法 這個是行政訴訟法 第116條 我們知道救濟不影響執行 所以開宗民意這一條就說 原處分或決定的執行 除了法律令有規定外 本來不應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 本來即使你去提訴訟你去提釋憲 救濟不影響執行 我還是可以去執行啦 我還是可以強制執行去末入啦 但是因為它下面有第二項跟第三項 目前法官是依據第三項 做停止執行的處分對不對 不是法官自己依第二項嘛 是法官依原告嘛 依行政訴訟法 起訴前原處分難以恢復之損害 還是依第一項 是依哪一項 應該是第二項 依第二項 是不是 有人去申請 有人去申請 然後法律認為說 可能發生難以恢復之損害 有起破情勢 然後或者 那應該是第一項喔 行政訴訟係署中喔 還是訴訟前 還是提訴前 第二項嘛 就是行政訴訟係署中 所以是行政訴訟在進行當中嘛 行政法院認為 他難以恢復損害 而且有急迫情勢嘛 所以他可以依職權裁定嘛 我們來看但書 但 於公益有重大影響 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 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 原則上是救濟不影響執行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有但書 說如果涉及公益 或者申請的原告 也就是國民黨 申請的原告 他顯無理由 你還是不能做 好現在來了 這個法官呢 他裁定停止執行 要嘛就是認為 跟公益沒有重大影響 要嘛就認為 原告講的有 法律上有理由 來他是根據哪一個 他通常他不會特別去說 有沒有理由 可是財經書看得出來 但是他會說 他主要就說兩項 就是會難於回復之損害 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那個不管 然後再說 可能會跟公益 沒有那麼重大的影響 就是反過來看 好 這件事情如果跟公益 沒有重大影響 我們國家還要成立一個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啊 這個就是關鍵了 所以這個法官是誰啊 這個法官竟然認為 我們追討黨產 是對公益沒有重大影響的 所以把它停止執行 這佛系法官是不是 那既然說追討黨產 是跟公益沒有重大影響 那你們才撤啊 我們為什麼還要立法 還要成立一個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所以到底 對公益有沒有重大影響 主委 我剛剛也引用過嘛 德國人在相關的黨產訴訟的時候 最後也到 釋憲齁 他們的憲法法院的法官說 沒有違憲 就是處理黨產沒有違憲 理由就是 這個是社會最大的公益 對 這是社會重大公益啊 這是社會重大公益啊 台灣人民的呼聲多久 然後最後 成立了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主委多久 清查了多久 一筆一筆算出來 法律立場 夠不夠堅定 來主委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基本價值的問題嗎 所以啦主委 硬起來啦 對這個法官喊話啦 去申請法官啦 撤回這個 停止執行啦 你們可不可以申請在意 我們確實 你們都有申請 申請了多少次 申請多少次 其中有一個案件 我們三個啦 三個案件 我們曾經去申請 申請幾次 就只有三個 就不夠嘛 三個案件申請 申請撤銷 就申請過再審 就申請一次 也申請再審 然後呢都 都裁定下來沒有 還沒有還沒有 都還沒有 都拖嘛對不對 都拖 拖多久 你們申請多久 你們申請撤銷 停止處分的裁定 跟申請再審 到現在多久 呃 再審 剛剛開始申請 因為 那也太慢了 停止執行裁定之後 我們抗告 抗告博為之後 一個月內去申請 我們就按照期限去申請 按照期限啦 好 然後法院再拖 法官可不可以判了以後 讓原告他們去申請釋憲 可以啊 那是釋憲一條路啊 付水組織可以去申請釋憲啊 為什麼法官在這個時候 就主動的去 停去用說這個不符合 重大公益 這個公益無關 然後法官就去做這種裁定呢 這個法官不符合人民的期待 本席認為也不符合整個國家 在這件事情上面的法理 因為我們的法理是 它涉及重大公益 所以我們又有促轉會 我們又有黨產會 這是重大公益啊 所以我們國家要養一個組織 來做這件事啊 他竟然說這不符合重大公益 好我們遇到這種法官了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我們的大法官 我們的大法官收到釋憲案 總共有三個案 一個是107年 來總共有三個案 你看看 一個是2018年6月11號 一個是2018年11月7號 然後2019年12月9號 如果照這樣的釋憲案 一個一個慢慢來 我每一年或每半年 我就給你送一個釋憲案 然後讓你不斷的在新的釋憲案裡面 忙忙忙忙到所有的釋憲案 都通不動 通通動不了 會不會這樣 原則上這些釋憲的條例 是一個一個案 還是相關的案一起 他的相關的條文會重複 對 那據我所知 而且我看他們寫的 大法官應該是會把它併在一起 對嘛 所以啊 這就產生一個漏洞囉 我可以怎樣 我可以一個一個提 然後我慢慢提 然後我每幾個月就跟你提 當然每個個案都可以提啊 這個是沒有問題 對啊 那大法官會議 就都不必釋憲了 那就這樣被卡住了 整個社會就被這種動作卡住了 那我們來看看 以第一個案 2018年6月11日 提的這個釋憲案 到今天已經是滿一年九個月了 那我們看看一年九個月 可不可以釋憲完一條 你看看最近 最近這陣子 我們大法官釋憲案通過的 其中一個 109年3月 這是107年提 108年提的 還有一個109年1月31號 這是107年4月提的 最下面這個是4月提的 一年九個月以內 就至少通過兩個案了 你看這個108年提的到到今年 一定不會超過一年九個月 因為今年才3個月 因為今年才3個月 他就是108年1月好了 第790 他就是108年1月好了 也只有1年2個月 或1年3個月 最後一個是107年4月提的 然後他109年剛好就是1年9個月 就完成釋憲 他可以在101年9個月以內 完成釋憲的案子 多的是 然後我們第一個 不當黨產的釋憲案 到現在剛好是1年9個月 1年9個月可不可以完成釋憲 可以啊 而且好幾個啊 那為什麼不當黨產到現在 1年9個月了 然後都還沒有完成 因為國民黨就一個一個慢慢提嘛 然後讓你併案嘛 你就一直拖嘛 你就每一個重新審嘛 是因為這樣嗎 要搞到4年期滿 釋憲案還沒下來 停止執行繼續嗎 本席無法接受 來主委 我在這裡鄭重聲明 本席無法接受 不當黨產委員會成立了4年 第一屆期滿的時候 我們不當黨產還只拿回來 一千兩百萬 然後其他的還處在凍結之中 我無法接受說這種停止執行 完全默示公平正義的停止執行的裁定 繼續在那裡 或者大法官釋憲案繼續拖在那裡 我無法接受 那你能接受嗎 我們也很希望這個事情可以趕快接受 你不要很希望 我要聽到很有魄力的 主委 如果你不辦黑臉要總統辦黑臉嗎 我們要在這邊呼籲 誰應該辦黑臉 我們要在這邊呼籲大法官 盡快給我們一個答案 因為這樣拖其實對社會公義 其實是很大的影響 你也要呼籲這些法官 這是重大社會公義 德國的法律已經朝朝在目了 好 政治氛圍是什麼 我認為過去榮獲有拖延 在社會的政治氛圍之下 我們佛系一點 我是認為無妨 但是現在的政治氛圍是什麼 現在的政治氛圍是 國民黨正面臨中生代接班 跟轉型和改革 當國民黨面臨中生代接班 面臨轉型跟改革的時候 黨產對很多中生代的改革派來講 榮獲也是包袱 他們也不認為這個黨 在未來我們不只要跟民進黨 競爭社會的支持 我們還要跟第三勢力競爭社會的支持 我們還要跟年輕人爭取支持的時候 我也不認為有改革意識的 國民黨接班的中生代 他們會認為黨產我們趕快還是要 一一去阻擋 黨產還是要守在我們的口袋 本席不認為現在的政治氛圍是這樣 我不認為是這樣 如果現在的政治氛圍是這樣 那麼今天在這裡 內政委員會的程序 就不可能這麼和諧平順 政治氛圍也變了 我們還在佛系什麼 我們還在佛系什麼 所以我們可以說 不當黨產 處理委員會相當的辛苦 至少做到替我們凍結的這些不當黨產 至少做到了 但是我們認為還是要更進一步的讓社會知道 這是重大公益事項 這絕對不是法官眼中的跟重大公益無關 怎麼會跟公益無關 然後停止執行呢 我們怎麼能接受這樣的裁定呢 我們也希望大法官會議的拖延 只會讓這件事情的爭議放在那裡打擊我們的威信 然後摧毀 不斷的在傷害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的價值體系 所以我希望黨產會的聲音大一點 你們要有聲量 你們要讓社會知道公平正義在哪裡 你們就是現身說法 讓社會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們都還要替你們解釋說 為什麼三年半了還只收回一千兩百萬 好不好 謝謝 謝謝我們管閉林委員的諮詢 謝謝主委 我們現在請登記第九位 我們陳玉珍委員發言